前一段时间呢,那个楚头大会里边那个李淡,她的女朋友意外曝光,大家看到那个女孩照片之后啊,都觉得好像有点意外,说这李淡长得那么磕着,怎么可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呢? 后来大家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件事,那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意思是说呀,李淡呢,用他有趣的一面,吸引了姑娘 那关于有趣呢,朱光潜先生的表述很有意思,他说我生平啊,不怕呆人,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 只是对着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从他说英手话,真是觉得苦也 网上也有人调侃说,说很多人呢,其实25岁时候就死了,只是到75岁才买 仔细一想呢,这话虽然刻薄,他说的就是那些毫无趣味的人 一个人的能力,财富,外貌,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唯独滋味可以分享给别人 所以我们都喜欢呢,有趣的人,这些人呢,幽默,好玩,总能给人带来新鲜和愉悦的感受 但是有趣从来不是天生的 那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之为有趣呢 我们应该如何变得有趣呢 因为有趣啊,能给你获得很多人脉资源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如果你想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你应该怎么做 我总结了四点 第一个呢,你想变成有趣的人 要保持好奇心,不断开阔眼睛 因为一个有趣的人最大的特质呢,是对世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就像孩子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探索的欲望 有趣的人呢,会对这个世界感兴趣 愿意去多看多想,多探索事物背后的原因和故事 而且他们往往会在言谈当中啊,充分表现出他们对这个世界抱有的好奇心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就这样一种人 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呢,大家聊着聊着,聊到明星了 结果这位老兄呢,啊这明星我不认识,我也不感兴趣 聊着聊一聊到足球赛吧 这老兄说,我平常不看球,所以我不感兴趣 然后大家再聊呢,比方说聊到这个滑雪什么的 这老兄还是一谱,我不会滑雪,我不感兴趣 你说,你跟他聊啥,他感兴趣呢 聊到他工作,他滔滔不绝了 聊到他个人的爱好,他兴高采烈了 这就说明在他的世界里 他认为只有他自己的工作值得关心 只有他自己的兴趣值得讨论 那大家当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无趣 因为完全是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 你和这种缺乏好奇心的人生活在一起 厌倦是迟早的事 因为他的世界只有那一亩三分地 因此你要知道,所谓一个有趣的人 就是指当他在聊天的时候 遇到陌生的领域 遇到自己不熟悉的话题 他不会排斥,不会逃避 会感到好奇 那很多朋友看过那个奇葩说 说奇葩说里有一个辩手啊 叫胡建彪,戴个眼镜 看起来斯特文文 但是辩论起来的时候 总是能够旁诚伯也,言辞犀利 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他的朋友就说,说胡建彪这个人呢 总是能够吸引别人跟他聊天 因为他有这么一个习惯 就是当他每次遇到一个陌生话题的时候 他总会看着你 然后发自内心的笑说 哎呀,有趣啊 陆七八说的时候呢 这胡建彪听到其他选手啊 在跟他讲什么修道啊 画幅啊,佛珠啊 他都会说,哎呀,有趣 他听到女孩子在化妆间里啊 讨论什么名牌包啊,冲高啊 他也会听得俊俊有味 然后在旁边觉得,哎呀,有趣 有一次呢,边上我们开完这个记者会 然后他看到记者席旁边啊 有一个老兄拿着一台啊 造型特殊的打字机在做素季 然后别的记者请他来合影 他不管 他跑去找那个做素季的老兄聊圈 因为他觉得你这打字机真有个性 有趣 你看,好奇心强的人呢 会对一切未知的事物抱有兴趣 并且广泛涉大量所谓无用的技能 你比方说什么做手工啊 调酒啊,弹琴啊,野外求生啊 你这些技能在很多人看觉得这有啥用 但这说明呢 感兴趣的人呢 对知识的索取没有太多的功利性 而缺乏好奇心的人呢 对所有似乎无用的东西都非常排斥 视为浪费时间 因为好奇心不足呢 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去学这些东西 你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你甚至会逐渐成为一个有用而无趣的人 这个可不是我们的生活目标 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有用论 什么东西有用就学什么 大学选择热门专业 是为了以后可以找一个吃香的工作 看很多成功学的书呢 是想冲中啊 获得成功的捷径 人们眼睛里盯着这些火热的目标 就会无暇顾及生活里那些美好的小事 那这样的你又怎么能成为有趣的人 你看说相声的于谦 写过一本有趣的书 就叫玩 我们看一般名人写书啊 大多写一些自己打拼励志的故事 或者讲讲自己为人处事之道 但于谦这本书里呢 只字不提他自己的工作 和以及自己的成就 他写的都是斗圈圈啊 比方说那个养鸟啊 养各种宠物啊 盘手串啊 喝酒啊等等 这些于谦感兴趣的 他觉得这是人生真正的好东西 有味道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呢 这于谦除了在台上呢 是个相声大家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 他也是一个洒脱不羁 带有烟火气的妙人 所以你从这本书就能看出 这于谦 他是个有趣的人 所以决定生命质量呢 往往来自你的好奇心 以及那些看似没用的东西 生活呢 你说到底是柴米油盐 但趣味呢 是对生活的不妥协 你永远保持多一点好奇心 愿意探索世界多一点 打开内心多一点 你就不会孤步自封 就会离真正的有趣更进一步 所以想成为有趣的人 第一步 你要拥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第二个呢 你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储备 有些人误解了有趣 认为有趣呢 就是没事讲讲笑话 或者浅薄的混段子 其实不是 一个有趣的人呢 肚里得有墨水 得有广博的知识 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多学识 他对事物往往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解读 不偏激 不浅薄 广阔包容海纳百川 清朝呢 有位文学家沈复 他写的《夫生六记》里边 就写到了沈复自己的妻子陈云 这个陈云呢 被林语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 你看《夫生六记》 你就能感觉到沈复和陈云 这对小夫妻太有意思了 他生活里边 那些点滴趣味 我们读起来 都会发出会心的这种微笑 他老婆陈云呢 和传统意义上的古代女子 最为不同的一点就是呢 她是个知识女青年 这个陈云自小聪明 学说话的时候呢 听讲一半皮膚形就能背 然后就识字 在那个女子无才就是德的年代啊 她自学诗词 把平常女子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 她统统做了个遍 而沈复呢 是个文学家 在那个年代呢 陈云是个与沈复旗鼓相当的女人 两个人在一块儿一起聊文学 有来有往 相当精彩 所以这沈复呢 爱着陈云爱着很痴迷 正是因为陈云的有趣 这种有趣呢 来自知识 来自涵养 还来自超出同时代女子的格局 这有趣呢 就是一定要有的聊 想要有的聊啊 那就得靠一定量的知识储备 才能随时讲出有料的东西 你比方说 咱们吃烤鸭 一盘烤鸭摆在桌上 除了知道它好吃 你对它一无所知 你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你只能保持动物性本能 把烤鸭吃个干干净净 吃肚子溜圆你走人 而有趣的人呢 善于啊 把话题引向一边 然后把你带入他所理解的世界 你像我跟北京几个美食家 我们吃烤鸭 这几位就会跟你讲 烤鸭的由来啊 怎么怎么的 我也给他们讲 我说这烤鸭啊 来自这个 通州大运河边上 那不运粮运米吗 那米粒撒在河岸上 鸭子吃这个 那就肥 它就是北京烤鸭的这个出处 你讲点这个东西 可以说很大程度上 在餐桌上住了兴 这就很有趣的事 你看我也想到那么一件事 我有一次呢 跟几个朋友在一块吃饭 其中有一道冷菜呢 其实就是切开那咸鸭蛋 大家把这鸭蛋呢 吃完了以后呢 这里头有一位朋友 姓蒋 他岁数不大 有三十多岁 这个出版社编辑 这小甲呢 聊着聊着就说到这鸭蛋 说这鸭蛋壳 你们吃完是不是都扔了 我们说对啊 空的鸭蛋壳有什么用 家长说有用啊 用鸭蛋壳装萤火虫啊 他就讲了 他小时候 把鸭蛋壳呢 挖得干干净净 然后去河边呢 啄了一只萤火虫 哎 搁到里头 然后把口封上的 晚上你看萤火虫 透过那鸭蛋壳那亮 哎呀很有意思 所以这小甲说的呢 我们听了很好玩 其实这小甲呢 他就是个很有趣的人 他知识面挺广 平常呢 他在出版社工作呢 他对文学历史各个方面 比一般人掌握的多 而且他一点不保守 对眼下的网络上这些热词啊 也是如数价珍 小甲讲 他说给大伙说这鸭蛋壳 是他不是突发奇想 他以前看过汪曾祺先生 写的一篇叫端午的鸭蛋的文章 小甲对末尾的剧的印象深刻 说汪曾祺先生在文章里写啊 说小时候读啊 囊婴硬血的故事 说东晋那时候 有个叫车印的人 用白布袋呢 盛了几十只萤火虫 用来照明读书 汪曾祺先生说 说这个跟白布袋不透了 还不如跟鸭蛋壳呢 鸭蛋壳半透明呢 这装萤火虫多好 所以小甲当年呢 是受汪曾祺先生这个启发 觉得这想法很有趣 就照着做一个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谈资 所以你看呢 这个有趣的人呢 他一定看过很多书 他懂很多知识 因为只有积攒一定量的知识储备 再加上丰富的阅历 你才能随时讲出有料的东西来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会 听一个有趣的人讲话 你听的君君有味 感觉有一种扑壁而来的新鲜感 这一点呢 我自己呢 觉得在这条道上 我还走的挺远 因为我平常对什么事 我就好奇 而且呢 自己的书没少看 所以跟朋友在一块聊天啊 经常大伙听我说 我认为多数时候呢 还能讲出这有趣的 当然这个前提呢 咱肚里都有东西 肚囊得酷 虽然说拥有知识呢 并不代表就有趣味 但是拥有知识 起码等于你杜绝了无聊 就你多知道一些东西 不一定做到有趣 但可以做到无聊 所以这个 要想成为有趣的人 第二点 你得拥有广泛的知识储备 第三点呢 你得保持你的个性 做个性情中人 你看我们说想成为有趣的人 你还真的有点个性 做性情中人 明代的文学家张代呢 曾经说啊 说人无私不可语交 以其无真气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人又没个小缺陷呢 你各种都高大上 这人就太假 没人味 你不能跟这样的交往 就你看着生活当中 显得太完美的人 那背后准有事 而且太完美的人 是非常可怕的 我想很多的这个小女孩心中啊 都会有个男神 那你觉得男神 什么时候是有趣的呢 是打球啊 她的头的准呢 还是蒋云金第一啊 还是电影票房大卖 还是演唱会人气火爆 都不是 男神最有趣的时候 往往是她脱离神格 变成人的时候 你比方说 她在球场上想要耍帅卖裤 结果一不小心摔了跟头 她明明已经是巨星了 面对粉丝呢 还经常害羞 这个时候她可爱 所以有趣的不是完美 是真诚真性情 你高兴的就笑 伤心的就哭 但这些真性情呢 都是在无伤大矮的范畴内 不是高兴的癫狂 你不高兴了就撒泼 虽然不是每个有个性的人都有趣 但是有趣的人 大多数都有自己的个性 你比如说《红楼梦》当中 我是觉得 像戴玉啊 史湘云的 王熙凤啊 这是有趣的 相对的呢 你像迎春和宝钗就不那么有趣 我们仔细想想 这三个人都有趣在哪 其实啊 他们仨有共同点 就这三个人呢 属于极有脾气 极有个性 我们对封建社会中贵族小姐的想象 那得是温柔舔惊 绣花女红 抿嘴喝茶 笑不露齿 坐不露兮 行不摇头 站不以门 而偏偏这几位呢 不是 林黛玉呢 至情至兴 喜怒催心 他是大观园里面所谓的嘴比较贱的段子手 他嘲笑湘云 爱咬舌 叫宝玉是爱哥哥 调皮的把刘老的叫什么母黄种 还拿呆燕和宝玉相比 他喜爱文学 独创了藏花音师的玩法 却始终鄙视八股公民的虚伪 所以他大胆的陪宝玉看西乡记 最终呢 他逢搞断痴情 表达了自己啊 对黑暗现实的最后反抗 这林黛玉呢 从来不怕被别人贴上啊 异样的标签 不怕别人异样的眼光 想什么就脱口而出 想哭就放肆的哭 所以在自我的世界里啊 很自意的活着 这就林黛玉的有趣 那么史湘云呢 性格爽之豪迈 喝酒吃肉 饮食作对 喝醉的就躺在大石头上睡觉 完全没有大家闺秀凉 他高兴起来呢 就没中没业的高谈阔论 啊 被其他姐妹批评 不守本身 不像个女儿讲 王一泵就更不用说了 嘴快人爽的 玉舌看不过眼 就骂人 甚至还动手打人 这些形象呢 跟我们原来想的很不一样 他们呢 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王府小姐 反而是那些暴露出来 小个性 甚至是缺点的 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人 而那个温柔甜静 善于女红的 二木头迎春 为什么他外号二木头 这个人很无趣 你等那个端庄大方 办事滴水不漏 几乎完人的雪宝差 也总让我们觉得 就差点意思 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意料之中 给我们毫无惊喜 而有趣的人活得直出雄逸 率性而为 才会让人觉得 这个人他是有血有肉的 听到这儿呢 咱们再举个例子啊 就说 现在已经94岁的 这个黄勇玉老先生 这老先生在美术 文学雕刻建筑等领域 都有不凡成就 是个大艺术家 你看 我们很多人可能以为 黄勇玉一定是那种 德高望重型的 那你错了 黄勇玉是个放荡不羁 我行我素 有才有趣的老头 他的有趣呢 从他给自己的画作上 添加的注解 就能看出来 他画一只红红绿绿的鹦鹉 他写什么注解呢 鸟是好鸟 就是画多 他画亚当跟夏娃 他就写 夏娃问亚当 那蛇哪儿去了 伊甸园里那蛇 亚当说让广东人 卓去抛酒 画鸡兔同龙 他就写着 咱俩永远是数学问题吗 黄勇玉被称为 国画界的高级端的手 黄勇玉的朋友们都说 这老头是个性性中人 高兴是什么都好 不高兴是什么都不好 在性格方面 黄勇玉的刁脉爽直 感作感为 让不少人都为他三分 也敬他三分 同时这样的性格呢 让他变成一个 特别有趣的老头 黄勇玉的有趣呢 有一些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看不穿的味道 当年呢 这已经过世了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瞻 就是写社交文型传 这些歌 歌词那个啊 他有一年呢 四面楚歌 公司破产了 自个儿还失恋了 负债累累 无家可归 很多人都躲着黄瞻走 只有黄勇玉呢 提了两瓶酒啊 就看他 安慰他说 失恋算个屁 你要懂得失恋后的失忆 黄瞻一听 火冒三丈 大骂 放狗屁 我难过的都想死了 还失忆 许多年以后 有人拿这事 向黄瞻求证 黄瞻说完全属实 他说 当时全香港人都希望我死 只有他来安慰我 最后呢 两个人成了 至交好友 黄瞻还给黄勇玉 写了几句词 这么写的 说你眉陪色五千千样 你是个妙人 是个少年狂 你看 这也奇了怪了 黄勇玉的性格爽直 是见谁怼谁 但是大家还是那么爱他 2015年的时候呢 61岁的林青霞 去见91岁的黄勇玉 想问问黄勇玉写作方便是 黄勇玉一见林青霞 就怼他说 说你不好玩 你没过去好玩 你得做个野孩子 后来林青霞呢 参加了真人秀女神来了 在里面呢 他承认自己确实受了黄勇玉那句 说我想把你变成野孩子 这句话 他才决定来参加节目 解放自己 你看 多年来呢 黄勇玉一直保持他的个性 算得上潇洒 自疑 说话随心 有人说他炒作 有人说他不正经 说他为老不尊 黄勇玉回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世人不好玩 他八十岁那年呢 还登上时尚杂志 时尚先生的封面 成了有史以来最老的时尚先生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呢 到了八十多岁 还能被评为时尚先生 那这个时尚对于他来说 早已不是去追赶潮流 而是坚持自己鲜明的个性 一辈子鲜活 一辈子有趣 这是对黄勇玉最恰当的形容 有趣的人之所有趣 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体性 有所坚持 他们不允许自己变成了 用俗虚伪的人 变成特中庸的人 所以他无论经历了多少波澜起伏 有趣的人始终不会为生活 把棱角给磨平了 反而会保留一份真性情 这叫时光变迁 初心不改 所以我说第三个 保持自己的个性 成为有趣的人 第四个呢 你还得拥有幽默自嘲的心态 这幽默呢 其实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我们自己具备了幽默世界的能力 你才能从生活当中获取一些趣味 而自嘲呢 是高级幽默的一种 因为自嘲呢 第一个显得谦虚 第二个不会伤及无辜 有趣的人他们说话的时候呢 从来都是把说出的话当做标枪 这标枪投到哪 投到自个儿身上 先打自己身上的鬼 而当你学会自嘲的时候 你就可以啊 把被动转化为主动 自己既显得不尴尬 也能拉近你跟别人距离 你比方说 当年王小波跟李银河 俩人刚在一块的时候 李银河因为王小波啊 长得很丑 还跟他分过一次手 王小波的长相呢 曾是横跨在李银河心里 过不去的坎 但是王小波呢 常常用自嘲自黑 来博取李银河一笑 他对李银河说 说我可以啊 带你去动物园看那些爬虫 这样一比啊 你就会觉得我好看了 他还对李银河说 一想到你 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了微笑 你看 王小波拥有这样的幽默的自嘲自黑 最终让李银河越过了颜值那道坎 嫁给了爱自嘲又有趣的王小波 这样的人呢 现在还有很多 你比方说这个大伙熟悉高小松 高小松呢 就经常在微博上啊 晒一堆 对世界充满恶意的自拍照 咱很多网友都熟悉 他那自拍照确实够难看的了 他发这个照片 还很幽默的黑自己 说自己是矮大紧 可是这种自嘲的劲头呢 也没想到高小松的事业 反而给他吸引了一批粉丝 这些粉丝在评论区里 纷纷高呼高小松是男神 你看这就是自嘲的力量 他自黑之后呢 不但没招人讨厌 反而很多人觉得 哎呦 原来这高胖子还有这一面 他这么有趣啊 所以适当的幽默与自嘲呢 能让人牺牲好感 中国人一般都比较好面子 不争馒头都得争个面 所以很多人不敢自嘲 无非是觉得丢脸 其实恰恰相反 你趁着别人 还没说出来的话之前 你自己先黑自己一把 既表达了自己的人性 也愉悦了别人 所以当你能笑着 说出自己缺点 缺陷的时候 别人也会笑着接受 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类 我们喜欢和那些不完美 但真实有趣的同类在一起 我们既不喜欢那些啊 高大上的 绝对完美的人 当然那是假的 同时呢 我们也不喜欢那些 总不让别人说自己这个那个 这种无趣刻板的人 我们都不喜欢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呢 通过这期节目聊了很多呀 变成有趣的人方法 我认为呢 你要做个有趣的人 首先热爱生活 永远对未知保持好奇心 其次呢 坚持学习与知识的积累 当然 你还需要不水波逐流 保有自己的真性情 最后呢 多用幽默的态度和自嘲的口吻 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 有趣的人 所以你看呢 要想成为有趣的人 要修炼的可不是一点两点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 其中那么一点两点 你即使做不到有趣 起码可以避免无聊 所以我说这四条 你好好做不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